主席我想問一下就是政黨協商明天是您跟柯文哲嗎 那夥伴有沒有代表出席 那如果夥伴沒有的話是有什麼原因 我想最簡單回答這個問題 我是黨主席我也是夥伴的主委 那我們不是跟侯市長是完全一致的嗎 其實我們政黨協商就是要展現侯友宜 以及朱立倫以及我們國民黨 用最大的誠心最大的耐心 而且換位思考的同理心 我們希望能夠符合60%以上的民意 不過我也要在這邊 對於非常多廣大支持藍白河的民眾 這一段時間真的大家很多人看了 有些真的是不耐 甚至有一些憤怒 我們也要表示抱歉 的確我們還要繼續努力 真的一定要秉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我大一點 小我小一點 國民黨都是堅持這個立場 希望大家能夠團結在一起 下架民進黨的最重要的目標 是為了兩岸和平 讓大家能夠安定安全安心 讓大家能夠公平正義重現 這才是主流民意啊 這個過程當中不要有再多的紛擾 我們努力達成 所以明天是國民黨跟民眾黨的見面 那我們會盡力的把已經比較有共識的部分 盡力的完成 如果還沒有共識的 我們相信侯市長跟我都隨時 我們願意盡最大的努力來完成最後的目標 我常常講說整合不到最後關頭 我們絕不放棄整合 我們是努力完成 能夠在最強候選人組成的方式 這一點的共識就是我們有預期 會端出什麼樣子的方法來達成最大的公式 我想一定是就所有民眾最大的期待 那我們跟侯市長之間 我們都會有這樣的一個默契 那明天是黨對黨 其實談的重點比較是偏向於 共有的一些政策啦 立委的選舉啦 那總統應該要怎麼樣的一個基本態度 那最後的整合方法 也許明天有時間會談一些 但是有機會的話 我相信一定是侯市長跟我跟柯市長 我們大家一起坐下來好好談 那就是說Daylight有沒有一個時間點 因為其實柯文哲先前有提到說 可以在11月20號之前 那侯班就立刻出來說沒有辦法等你那麼久 那就是說萊寧這邊有沒有就是所謂的 還是說真的一場一場來下去 我想昨天侯市長也講了一句話 是最重要就越快越好 因為其實有太多的支持者 已經從不耐轉為憤怒 我們不希望這影響最後的我們所有整合的結果 所以我們過程當中 雖然我們有最大的誠心 最多的耐心 我們也願意有同理心 但是畢竟所有的支持者還是心中是希望越快越好 我們努力完成